欢迎大家收看第三部份的大乘小罪 我继续跟来自香港的李小卫医师聊聊天 我今次现在叫你李医师了 就想讲一下刚才你讲开 就是说你读中医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科怎么分的 但是你特别着重在小朋友 疑科方面的 你解释了 因为其实小蚊子很多时候 都有妈妈照顾的时候 可能用错了很多方法 对不对 你说一开始是做得最好的 那在小朋友的疑科方面 是怎样着手呢 其实有很多小朋友的常见病 比如说濕疹 过敏性鼻炎 哮喘 或者是反复的上呼吸道的感染 又或者是辐射 很多时候妈妈不知道怎样去应付 很多时候就会去一些 比较快捷的方法 是吗 柠檬 柠檬 抗心素 或者是激素 可能带来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如果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我们经常说一句说话 小蚊子 瘦气精灵 除缝除婴 其实在她出生了之后 尤其是头六个月 她还带着妈妈的一些抗体 所以她自己有一定的一个 免疫功能是很好的 随着她这个抗体的减弱 可能免疫功能的低下 妈妈就会很紧张了 但是其实她的瘦气还是很有阳性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用一些比如推拿 按摩 或者是一些突观 是外治法 不需要吃下去身体里面 影响她的 我们说的内脏五脏六腑的方法 其实都已经很有效的 因为她体表已经有一层的 一个撞气是很精灵的 所以你用一些适合的穴位 做到一些好的手法 她可能帮她推拿半个钟头 她已经不再打痴 不再感冒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甚至乎有些常见病 譬如濕疹那些 你说茶药膏 她可能茶药后立刻好 一段时间好花 然后又要花 因为她是来自她的根没有脱到 她的根就是她的免疫功能不够好 所以我们中医所说的 就是说这个正气存内 邪不可感 如果你的正气很旧 那你的邪气就没办法入侵了 所以你的免疫力 正气所说的 西医就是免疫功能 你怎么可以提升的免疫力呢 所以我觉得 小朋友做很多这些外治法的效果是很好 因为在我实习的时候 我看到这件事原来大家不知道 以为一定要去吃药 其实原来有些好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利用的 所以我就特意去上海的岳阳医院那里 他们做小而推拿是特别出名的 所以我就再去进修 学这件事之后我发觉 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很想推广 因为对我来说 小而推拿真的很暂身 还要拔罐 我听过推拿大人来说就OK了 小朋友 是不是另外有一些方法呢 或者是我知道 你就是有出了这本书的 《苦妈的温柔》 这本是教小而推拿的 当中原来有一只小歌 你又播过给我听 原来一道推拿 又一道唱一只小歌 原来是你作 还是你唱的 阿里依斯 真的很惊喜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一套东西 就是推拿加上歌 因为小朋友 如果你告诉他 来吧 妈妈先治疗一下你 妈妈跟你做一个治疗 麻烦你了 我不想答 他立刻走了 但如果你跟他说 妈妈跟你说故事 唱歌 你一定是很喜欢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本书 将我在医院里学到的 一些很有效的方法 变成一些推拿的组合 妈妈用起来很简单 而且一直做的事 我将它变成一些视频 在视频里面配了一些歌 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视频 你数码就可以了 你数码可以看视频 原来就是这样推 一路推的时候 就可以唱歌 那一只歌就播一只歌 是的 那小朋友听到 又可以学一下唱歌 可以启发他们的大脑的发育 听觉和思维都有帮助 所以除了可以 例如提升他们身体的免疫力之外 还可以启发他们的大脑的发育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值得推广的 是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唱歌的时候 这些小蚊子会订阅 会让你按摩 我想简直是很舒服 我看到另外你就是有些拔冠 大人都知道拔冠 现在很出名 自从这个奥迪之后 但是小朋友又为什么需要拔冠 其实拔冠 如果你一说 有很多人一想起的形象 就是一个玻璃罐 点点火 是不是笑了 给它摆下去 对呀 点点火 那你就会觉得是很不安全的 但是我一直在想着 怎样可以将这个这么好的治疗方法 其实它跟针灸 跟推拿都一样 是沿着经络上来说 是刺激一些穴位 是提振它的一个惊气 激发它一个自己的自身的维系 就是提升免疫力 那我在想 其实它也是需要一个负压而已 那我就找了一些 比较安全的质地 这些就是叫做植胶 silicon 就是小朋友 奶嘴那些 是的 所以是FDA approve的 是一个很安全的质地 那就做了这些比较安全的罐 那你又不用火 又不用抽气 你只是用一只手 我不用火的 不用 什么都不用 你只是用一只手 那之后这样 看看我可不可以拔一下罐 对呀 你先把手掌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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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吸住了 你倒转都可以的 是吗 是的 那你就已经有了一个吸力了 是 那如果小朋友 你沿着他的经络 譬如你感冒的时候 你选择一些穴位 大椎 废书 封门 那你就在那些穴位 上面吸住了 可能五至十分钟 那就可以将他体内的 风寒湿邪拔了出来 那小朋友可能 睡醒一觉就好了 那我知道 风寒湿邪 大家可能不是 读开中医的人 你说什么 风寒湿邪 很难明白 其实就是 可以说 就是造成了一个微创 因为你看到 它有些好像 是不是有些瘀血 其实就是等于皮下的 有些微丝血管的破裂 然后你身体会很聪明的 收到一些 是不是我受伤了 然后你整个免疫系统 就激发了 就会自我修复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微创 你基本上都不觉得痛的 但是你身体的大佬 就会觉得 他受了一个损害 我们要激发起一个 免疫功能 要帮他做一个修复 所以小朋友就突然间 那个抵抗力就会提高了 就可以帮助手治疗很多病 其实这个东西 大人都用到的 虽然我是特意设计 来给小朋友 比如大人有偏头痛 你吸了在太阳月那里 其实都很好 你这样吸住 你拔了一半 你做不到的 有时候头痛 你一直打掉脑的时候 你吸一下 很方便 而且我会觉得 他跟我们以往的 traditional 刚才所说的 要烧火 或者那些 形象很不同 这种是 随时都可以的 是吗 是呀 但是作用是一样的 是作用是一样的 当然小朋友做的 我们用这种 比如小一点的 有些月位 大一点的这些月位 他的吸力都是一定的 他不会像用火罐那样大 而且因为它是透明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里面的颜色 如果是太紫黑的时候 你马上可以拿走它 就不会伤害到 小朋友的皮肤 但是小朋友会不会 因为做这些 其实每天做 还是说不要做得那么多 因为我知道妈妈 都不是医生 虽然这些东西是很容易操作 但是都需要有一个指导 所以我自己是在微信 我的公众号 或者是交流群 甚至乎是Facebook 又或者是做一些直播 我就是免费教妈妈去 怎样利用一些 他们可以在家 就可以操作到的一些 保健 还有有少少治疗 常见病的一些天然疗法 李医师 我觉得你人生真的很精彩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精彩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你就是发展中医 在这个小朋友那里 你有没有想过 将来你最理想之后 你还想做什么 更进一步的事 我还想吗 其实我现在都是很focus 想把我现在做的事 可以推广给更多人的用 因为我特别是想去山区 穷困的地方 去教一些医疗资源 很低的地方 或者没有的地方 对 他根本就没有医没有药 如果这些这样的方法 基本上是父母自己可以做到的 如果小朋友有些小病 小痛的话 他们虽然没有医疗资源 但他们有双手 他们可以用自己双手 就可以帮到小朋友 因为我摩根本就可以做的了 是的 他可以帮小朋友感冒 不用让他发展到肺炎的阶段 他才知道原来又不够医 又不够药 又要山长水远才可以找到医院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有一天 可以组织到一个 自愿的医疗团体 可以和我一起去一些贫困的山区地方 可以帮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觉得很开心 今天和李医师的Roof聊天 我自己都觉得很振奋 由你和我们分享 你是做电台DJ 到了广告界红人 到做了中医师 现在发扬光大 小小的医疗 之后你想做一个慈善的工作 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生 我们希望有机会 再和李医师聊聊天 看看将来去山区发展又如何 好吗 一起来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